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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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爱多美的家人 早上好 好 我是子齐 子齐好 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上台 来宣誓我的生涯规划 因为 因为我知道 我讲得越大声 越多人听到 我就一定会 实现一定就会成功 你们说是不是 是 首先我要先说我的事业 在2018 12月底之前 我一定会上销售大师 再来我要分享别墅 预计是在2023年底之前 我能够拥有一间 别墅型的房子 那这座房子是要坐落在 高雄市凤山 那我希望 它是三楼半的楼层 然后一楼有客厅厨房 然后有落地窗 看出去就是可以看到小花园 那再来还有车库 二楼当然就是主卧房间之类 那三楼我希望有一些休闲空间健身房 因为健康还是很重要 再来我要分享我的旅游旅行部分 在2019年底之前 我要跟我的先生 我要招待我的先生 去日本京都旅游 就是七天的自助旅行 那我是想说 我穿着和服 然后包个丸子头 然后穿个木鸡 然后挽着我先生 两个人去逛古城 然后再来我要分享 我的捐款部分 在2019年12月底之前 我要捐款给两个机构 一个就是联合券目 一个就是流浪狗的协会 因为我有个下线伙伴 他自己养了一百多只的流浪狗 那我希望也可以多少帮助他 可以减轻一些负担 然后再来就是朋友的部分 在2019年6月底之前 能辅导两位以上的下线伙伴 成为销售大师 再来就是要讲销道的部分 在2019年6月底之前 每个月可以供应一盒蜂蜜饮 跟益胜菌给我的外公 然后再带他去四处旅游 一定要四天五夜 因为没有很多时间 可以这样子跟他在外地停留这么久 希望可以多陪陪他 那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我只讲我的外公 我也是有父母的 只是 因为我的家庭就是 可能没有很完整 那从小就是我妈妈 抚养我长大 所以我希望可以 我妈妈现在已经不在了 我希望我可以 来替我妈妈好好照顾我的外公 让他可以健康 好好的享受 他的下半辈子 那他当然也希望 在我上销售大师的时候 他能够在台下 来跟我分享这个喜悦 最后 相信 只要相信 我相信我的梦想 就一定会实现 让我们 大家 各位伙伴 各位家人 我们一起在鼎峰相见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各位爱多美的家人伙伴 大家好 好 我是燕云 来自于屏东 很荣幸 今天可以在这边 分享我个人的生涯规划 我本身是一个安清老师 我在今年三月全职爱多美 那我预计 在我今年六月 要成为销售大师 那先分享一下我的工作的部分 我工作我想要 因为我本身是硕士毕业 那我想要因为工作而旅行 那爱多美让我的心灵充满了正向 那我预计我在今年十二月一定会成为鑽石大师 那关于房子的部分 我预计今年十二月会买二十平三楼的房子 因为目前是跟着家人一起住在一个 四十几年的家里的祖先的房子 那我也想以我自己的能力 给家人更好的环境 那一楼的部分要装潢成是我爱多美的伙伴 可以在这里聚会 当成家一个很好的地方 那目前的话教育的部分 我想在我成为鑽石大师以后 可以担任志工老师 而去帮助社会社福馆的小朋友去说故事 那甚至帮他们辅导他们的功课 那他最重要的就是品性跟道德的方面 去引领他们走向正确的道路 那在校道的部分 目前我自己可以提供我爸妈一人一合的封面 可是我觉得我想让我的阿公 九十二岁的阿公可以身体更健康 那减轻爸妈的负担 还有我的奶奶也可以一起享用我们封面 让他身体越来越好 那关于就是传播爱于世界的部分 因为我发现爱东美真的可以让我实现我想出国去帮助每一个社会上弱势的团体 那也可以用自己在教育的部分的专长 那把爱传送于每一个世界 去协助社会上的每一个弱势的一份子 我相信我是一颗小小螺丝钉 一定可以把全部对于我自己个人的力量 还有我们团队的力量把爱传播于全部的世界 很谢谢爱东美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成功的可以找到一个成功的方式 谢谢大家 各位爱东美的家人伙伴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是姓华 我来自高雄 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人生规划 那我首先我要分享的是我的孝道部分 我公公于二月往生了 剩下婆婆跟我的娘家妈妈 我现在除了每个月呢 提供Hemohim 以及益生讯余游叶黄树给她们以外 我觉得呢 行校不能等 陪伴很重要 所以呢 我们决定每周呢 要回去探望至少一次 然后每天呢 要电话去问安 好 然后呢 接下来是车子跟房子的部分 车子呢 我于去年2017年3月 已经实现了我第一个愿望 就是买了一台全新的休旅车 那这部车呢 是要用来那个 亲自载伙伴来上成功学院的 我已经在去年达到了 那在房子的部分呢 我现在居住的是 在高雄市的一个七楼的华夏 是非常老旧的 快30年的房子 那我希望在我2019年 2020年的6月 上玫瑰大使的时候呢 我想要全家呢 搬到我齐山的乡下 去盖100坪的庭园的日式建筑的房子 那里面的房间至少要有六间 这样子也可以招待我的伙伴 好 远道的伙伴来居住 那这样子呢 我就可以每天清静大自然 然后呼吸新鲜的空气 远离都市PM2.5的污染 好 这是我的房子的部分 再来呢 我分享一下健康的部分 因为我觉得健康真的很重要 我曾经失去健康 所以我现在呢 我预计每天我要健走30分钟 然后每一周呢 要游泳一小时 然后每天一定要吃我们的 Hemohim 跟医生菌 好 酵素 这些来保健我身体上的健康 然后呢 每年一定要做全身的健康检查一次 好 再来 我的旅行部分呢 因为我从结婚20年来 我都舍不得去旅行 所以我现在开始计划 每年呢要有一次的 国外的旅行 好 跟一次那个国内的 好 因为时间到了 所以我在这边也祝福大家呢 能够在这边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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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